这是一台奔驰大G 然后看到这里有一个G350 也就是说它是大G里面的一个入门版的车型 推出的时候比较收征业 因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搭载的是一台2.0T的发动鞋 不过呢如果说你不去看这个G350的标志 只从侧面看这一台车整个气场跟什么G500 包括G63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包括整个非常巨大方方正正的车身 还有就是它的这一套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款车型也采用熏黑的轮圈 整个是非常运动化的跟G63很像 当然侧面唯一可以看出区别的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是G500和G63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V8的一个标志 车头比较有明显的区别的话就是车灯 你可以看到G350的这种日行灯 它是在上边这里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灯 一个灯泡然后如果说是G63的话和G500的话 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一个几核多光束的大灯 所以包括灯阻内部的这种都不一样 包括它还带自适应远近光啊等等很多转向的功能 所以说灯光的配置G350要稍微低一点 然后如果说在G63开启日行灯的时候 它是有一圈有一圈的那个环绕一个圆圆的一个日行灯 看起来辨识度会更高 当然还有就是前面G63的话这里会有一个那种银色的一个装饰条 一个银块 所以呢从这些细节来看的话 这就是G350跟比如说高配的G63的一个区别 当然这一台车我相信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如果说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肯定很多人它是分布出来 就是说G350或者说G63啊这种 它给的第一感觉就是一台非常非常值钱 就是差不多百万级别以上的一两百万的一个大G 这台车的话回头率真的是非常高 这两天或者开的时候在比如说在街边 你只要是缓慢的那种移动啊螺动啊旁边很多人都会回头来看这台车 我觉得这就是大气的一个魅力吧 不管它是G63还是G350